前年7月28日上环暴动案 24个人被控暴动等罪 其中一个人承认暴动罪 20人被裁定暴动罪成 辩方今日求情 认罪的26岁被告简健王志恒陈情 引用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庚的名言 说暴动是不被倾听者的语言 本案原因是在于民意不相显 承认自己的行为老莽 但是无愧于心 不打算求情 但是欢迎法庭经判 辩方律师求情时候 说去年本港的法律经历了巨变 非法集结和暴动等已经绝职 无需透过本案的判刑阻吓他人 本案也没有其他同类案件当中 常见的汽油弹或者纵火的行为 法官停取各被告求情之后 压头去到下个月8日判刑 各被告继续还压 新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 在坚道主教座堂举行祝胜礼 耶稣会会示周首人在多名神职人员陪同之下 报入主教座堂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也有出席 促成礼由中座处理通行书机主礼 宣读中座任命状 授予主教圣列统文 福音书 戒指 礼官和牧上等等 现年62岁的周首人是教育博士 也是两间华印书院的校监 他在5月获教宗方济阁任命 有指他曾经远距出任 但最终服从教宗任命 强调没有受教育施压 新一届立法会有20籍来自地区直选 香港岛东4名候选人 包括3个人有建制派的政党背景 各人在本台论坛上 就政治和民生议题针锋相对 行政长官产生的条件 是香港岛东选举论坛 四个候选人辩论的焦点之一 谁自哪个段落社公民提名 是违反《基本法》呢 只要是400万香港成年人 都可以成为选举委员会的委员 官先生 你是没有解释权的 这个根本公民提名是一个偽名题 也不是国际惯例 从最佔进达到普选 这是《基本法》的规定 但是他没有说到是一个公民提名的东西 任何妖过或者削弱选举委员会的权力建议 都是违反《基本法》 房屋和劳工权益等民生议题 也有触及 我们希望租楼的中产可以扣税 令他们不会上车越来越难 是减轻的负担 民建联最无耻 其实现在公屋三要六年 直到六年已上楼 基本上在你的任期内 根本没有可能达成 在场三位都是老板 我们香港是全世界最高公市的地方 香港岛东包括湾仔区和东区 一共有42万多个选民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系报道 下星期四起 市民进入食肆和戏院等场所 必须使用安心出行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兆指说 会研究唯有需要人士 设立替代或豁免方案 当然我们明白有一些人士 他们可能在用手机 或者如何用安心出行的时候 都需要有些帮助 我们在不同政策局 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商量 如何可以去 例如是否有些替代的方案 又或者是可以怎么都帮到他们 令到安心出行 其实那个好的初心 是不会为大家带来不变的 现在本身有一些处所 都是用着安心出行的 大家知道我们 例如地区的一些食肆 我们的酒吧 卡拉OK 酒楼食肆 也都是如果是老人家 或者是一些小朋友 其实都有现有的安排 我们都循着那些方向去想 多个纪律部队在国家宪法日 举行升旗仪式 以展现外国情怀和归属感 政府表示会加强宪法和基本法教育 令市民更加掌握一国两制的精髓 国家宪法日 在警察学院有星期礼 警务处处长肖宅宜出席星期仪式的时候提到 外国者自港已经成为本港的主船律 警队亦都需要加深对国家的认识 我们更加要致力提高整个社会的宪法意识和观念 树立宪法权威 警队作为维持国家安全的先锋 更加要明白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 就是国家宪法的根本宗旨 他又认为市民贯彻理解宪法 能够增强国民身份的认同 而警方、消防、海关等六个纪律部队 亦都在国家宪法日升旗 以展现外国情怀和归属感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发表网志 提到过去两年 本港出现鼓吹港独分子 明目张胆勾结外国势力 散播歪里邪说 图谋依两制抗拒一国 而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和完善选举制度之后 本港已经展开由乱转治 有志及兴的新进程 港府会拨乱反正 重新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 律政司司长郑若驊也发表网志说 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实施 对所有中国人都习无旁贷 未来会加强宪法和基本法的教育 让社会能够掌握一国两制的精髓 母亲电视记者刘俊玉不道 今天是国家宪法日 中联办主任洛慧宁说 宪法确立了一国两制的体系根基 没有宪法授权就没有香港特区和基本法 应该进一步落实维护国安的法律等等 特首林郑若驊说 不承认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根基 没有宪法授权就没有香港特区和基本法 众所周知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力量 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也是宪法的明确规定 不承认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至高地位 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就是忘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就是否定一国两制的限制根基 骆惠宁说有一段时间反中乱港势力不断滞掌 中央果断出手定立港区国安法 和完善本港选举制度 将本港游乱转到字 彰显宪法和基本法 在非常时刻净本清约 林郑月娥就说 这是宪法赋予中央的权力 任何误灭中央这两大举草是破坏一国两制 都是无稽之谈 都会不公自破 从反国民教育 非法占宗 鼓吹港独 到修例风波期间的乱象 根源都是因为我们回归祖国一段时间以来 没有真正全面贯彻落实 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 林郑月娥认为未来要加强尤其是公职人员 和青少年的相关教育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就认为 要坚持五个宪法原则 包括坚持单一制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依宪治国 依法治港等等 正所谓国家主权所致 宪法效力所及 宪法和基本法的内容是有机的统一 适用和解释基本法要以符合宪法实施宪法为基本前提 他和鲁卫宁都说应该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包括落实维护国安的法律和执行机制 健全特首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士报道 部份的国家队运动员也和紀律部队人员交流 更加即长做运动示范 并且为特殊运动员筹本 在警察仪仗队和飞行服务队迎接之下 一批国家队精英运动员 来到将军奥百姓角消防及救护学院 和一班纪律部队交流 举重金牌岑利君和李法斌 即场表演拿手好戏 力的表演 有示范如何用健身器材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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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奥运女子圆球金牌得主拱立両 亦同场竞技 圆顶侧向 越推越强,秘诀是什么呢 每次出球的那四眼就会看出来 可能没有太大的力量 我觉得整体来说很不合理 爆发 爆发 出手的话会有点余肘 抱 抱 抱抱 抱抱 亚洲百米飞人 32岁的苏炳天 就即场指导跑步技巧 好 彈跳力 爆炸力 全场宽呼声掌声不断 好 因为很多运动员 都可以反过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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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优收oted 金乐势都会为巢换运出一分力 所得到的捐款将会用作支援特殊运动员 你很紧 alongside 部分运动员就抽时间来到尖沙咀 坐船围港游 有市民在场围观 希望见到运动员轻松的一面 运动员也趁机自拍 留下这一次是东方之珠的印记 他们星期日仍然有行情 之后会经港珠澳大桥 去到珠海隔离 再去到澳门访问三天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卓希报道